可能某一年的股市上升 你会觉得飘飘烟 咦?就是赚这么多而已? 我平平地十倍百倍了 那我不是就是转期的转期? 其他的年报酬率是达到220% 是220% 短短18个月里面 他将10,775元的账户炒到1800万 总报酬率是164,000% 巴菲特 Jim Rogers 索罗斯 数学奇才 Peter Lynch Mark Minofini 他们其实都来自不同的投资门派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将投资视为长期或者终身的职业 今天我们就会讲一下他们的汇报其实有多少呢? 他们怎样去做到这个汇报? 用什么方法的呢? 还有有没有那些书呢? 或者有没有那些方法去学到他们本身不同的门派的功夫呢? 那大家记住可以看到影片最后 我都要分享一下自己小小的故事 如果20年前由头做过的时候呢? 我对于投资策略有什么改变呢? 始终投资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我们要赢整个战役 不是要赢某一场仗 投资很多方法都去输 但是也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赢这个战役的 怎样透过不同门派的前辈去学习做好这份工呢?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大家庭 我们会在这个平台上分享我由负债80万到拥有超过半亿的资产 到我38岁决定财务自由的投资路 今天我天天和家人一起生活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我认为投资不需要牺牲时间 做到财富增值而不影响生活 那才是投资啊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关于如何做到财资 我会在不同平台更新影片和动态 分享如何以理财、股票、房地产投资、税务安排 达至以时间累积财富的财资之路 如果想看多些直播和即时的分析 记得订阅MTTV附庸电视了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惑的 如果我以投资作为工作的时候 其实多少回报才叫交到功课 什么回报才叫优秀呢 今天非常之悠幸 我们今天邀请了很多投资命令的成绩表 给我们做个参考 可以某一年的股市上升 你会觉得飘飘燃 咦?就是赚那么多而已? 我平坦地十倍、八倍了 那我不是就是转期的转期? 市况差的时候 你输到七彩的时候 你就会怀疑 哪有人会做到正数的 其实事实可能是中间 那我们以什么去量度这个准则呢? 第一 我们尽量找不同门派投资者 有价值和投资 有擅长短炒的 有擅长技术分析的 跟大家去做个参考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无论是长线还是短线 用什么技术都好 其实要长远 每一年都有稳定的回报和成绩 就不会找一些一铺发大达 暴发户之旅 那些我们就不会去提及了 因为这些奇迹对你参考价值极低 而且我们会尽量找一些 比较近的这个年代 或者是最近的半个世纪 那我们就不会找200年前人了 因为世界的节奏变化都非常大的 希望透过帮大家做的research 帮大家省出宝贵的时间 让大家善用的时间 继续做好这份工了 大家可以八卦一下 参考一下 那些投资名人成绩表 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有什么方法去学习呢? 在和大家分享著名投资者成绩表之前 希望大家都先cls comment、like和share先 首先第一个 大家也应该听过了 就是著名投资者巴菲特 他说1995年到2018年 每年平均投资回报 达到複息增长21% 你可能听到21%一点都不多 但是每日每年累积上来 其实完全感受到什么叫複息的威力 他的组合里面 3.4年就能够翻一番 50年里面能够翻到 13,780倍的财富出来 所以大家感受到的威力了 如果这一年赚10倍的时候 能不能够赚很多年呢? 他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他有什么背景呢? 他有一家公司叫Birdshire Halfway 大家都听过 他是一个著名的价值型投资者 他和他的拍档Charles Munger 其实非常善于了解公司的报表 每逢公司被低估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卖东西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Sigabat Theory 他的策略的概念源于Benjamin Graham 另外他的启蒙老师Philip Fisher 其实他也有跟大家说过 他自己的策略其实是倾向Fisher的系统 就是主力去找一些增长股股票 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增长股股票当他低估的时候去买入了 大家知道的成绩和策略的时候了 那大家有什么书可以去看到呢? 首先要说一说 以我所知 没有一本关于巴菲特书是他写的 全部都是他的股东大会 或者是聚述 或者是亲人去写的书 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之有用 而且很贴地 因为真的帮你去出入市策略会多一点 就是与巴菲特同步买进 我看的是台湾翻译本 记住看完就告诉我有什么同感 第二名就是大鳄索罗斯和商品大王Jim Rogers 他们共同创立的量子基金 在1969年至2000年 这么多年里面 平均都做到福息回报32% 就是在那段这么长期间里面 每2.2年就会回回了 只是这个组合里面 都能够回到4000%的盈利回来的 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他们非常之善于macro 就是宏观分析 特别第二个工具就是利用杠杆 是很多的杠杆 他们觉得市场总不会跟预期一样的 从来不会正确地反映未来 股价升跌由贪念和恐惧主导 投资市场永远都是双向摇摆 往往都会走到极度的低和极度的高 然后回回头的 他们当然要懂得在完美的时间出击 还有要驾驭到自己的心理 去善用杠杆 去做到最好的成绩回来 那么详细如何可以研究 或者学到它的技术呢? 当然了我们非常之荣幸邀请到 Jim Rogers和我们拍了两集的访问 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里面真的有说到 那两子基金当时用杠杆的策略是如何的 那么现在想回 都好像发梦一样 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读一本书呢? 我觉得有一本是最代表到的 就是The Alchemy of Finance 里面是说到他怎样看这个宏观经济 这个金融界 但是特别意想不到就是提及和重点提及 很多关于人类的心理市场心理学的 对于大家锁定宏观的分析和投资大方的 值得很好的参考 第三就是数学奇才 Jim Simons 除了1989年他录得负数回报之后 其实从未有一年输过钱的 又是拿长的回报证明他不是虚幸的嘛 由1988年到2018年30年里面做的统计 他每年达到的福息回报是40% 那就是平均1.8年就回了回了 他的策略是非常特别的 他非常早期的时候已经强调数据分析的重要性 Jim Simons 认为金融价格具有确认的模型 好像天气变化一样 表面用了随机性去掩盖了里面其实可以升变的趋势 他几乎是不会雇用华尔家的分析师 主要是请一些数学、自然科学的博士 运用他顶尖的头脑 他仔细观察一些数据变化 从而找到趋势出来的 从而在一些貌似随机的地方里面 找到一个规律出来 然后作出投资 那为什么会提及他呢? 因为用这种投资方法的人 就是少之有少 而且他这么成功 是长期成功 也都是他可以说表表者的了 有幸我都看了其中的著作 The Man Who Soft Market How Gym Science Launched the Quant Revolution 里面当然有说到数学、统计学 不过最主要的核心 他就认为市场是零和的 财富是转移给一些有准备的人 如果你没有准备 你就注定输钱了 这本书其实也有少许哲学性的 以上三位的投资传奇人物 都有超过30年稳定回报了 那就是不是符碌啦 他们也代表了不同投资门派的一个表表者 那如果你送一些炒家的话 又怎么办呢? 我们真是尽力去找的了 但我只可以找一些最长历史的成绩表的炒家 因为他们都没有超过10年20年的成绩表的 可能就是炒家炒够就收山啦 所以下面讲的炒家例子是牵涉一定的风险的 因为他自己都没有一个20年的Trap Record给你 但是短期上起码可以帮我们赚价 滚大了财富然后慢慢滚 在这个前设下我们也找了一些不同门派的炒家跟大家讲的 第一个就是Mark Minovini 那他投资门派是什么呢? 就是炒家啦是吧? 就未必是的 他就是超级积效系列的作者 不是只有一本的 有几本的 短短五年之间他由几百美元开始炒到几百万 其他的年报酬率是达到220% 是220% 如果他炒足了五十年七年太大了 只有一季是出现亏损的 那你说他的历史和他的投资策略是怎么样呢? 其实他1997年呢 赢得美国的投资冠军大赛声名大噪 当时的年报酬率高达1155% 他用什么方法投资的呢?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炒家 只是靠技术分析的 其实不是的 他策略和自己也说过 是当中包括基本分析的 他自己说他擅长将两样东西合而为一 他也非常注重trader本身的心态 和投资意识 他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长期的记录 所以长期用他的系统 一直去玩很久很久很多年的话 那就有待要发展和研究了 但是如果你讲到每年报酬率的话 其实他五年期间都证明到 每年有220%增长的 怎样可以开始学习他的技术或者参考一下呢 当然大家可以follow他的social media 里面多数会直接给出答案 如果他紧有会讲他自己的方法 就是超级职效里面的书 可能比较上出名 但是他会比较专注 就是其中一招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他投资可以很深入的 分出三个类别的 要看我认为要看完整个书 整个策略才有用 然后大家有责任 将这个系统加入你自己的系统里面 怎样合而为一 对你自己的投资作合才能做到贡献 接着说了这么多门派 你会没有了 不是的 当然还有一个技术分析的炒家 我们讲一下Dan Sanger 在1990年的末期 短短18个月里面 他将10,775元的帐户炒到1800万 总报酬率是164,000% 他是股票网站chartpattern.com的首席分析师 当然他就是图表派的门派 还有他善于形态分析 但是他长期也没有一个纪录 不过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面 找到他的踪影 可能学到少少东西的 为什么他的方法值得研究呢 因为在大数据 快速电脑运算下 大部分金融分析 其实都能够被取代的 形态分析 我认为将来里面 可以说唯一 我们人类还可以透过经验去操盘 去有感觉 有密博一个的家业分析 当然在未来世里面 当很多东西都能够被电脑取代的时候 我们可以继续专注研究我们焦点 放在形态分析 相关的分析里面 投资在这里研究 就来得更加有价值了 那最后 又忍不住警 想骂一下过去自己 和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希望给大家一些参考价值 那开始之前 又是希望大家要先给个赞 你们的赞是有原动力 看到赞越多 我就觉得我们越划算这些节目 记住 打了这份工这么多年 当然经过好和坏的 坏的多一些 市场好的时候 很容易double的来的 市场差的时候 可以一个trade输70% 就是2006年的白痴一翼 最主要是一个系统 如果你错的时候要坐得快 但是赚钱的时候 就run your profits 由它放置要的 或者其他的 譬如2% rule 有机会我在这个教学 可以和大家讲一下 那之后我就做这个assess manager 那我就将我的记录 都有记录了 那十几年里 我有试过三年是负数的 那有一年是输了18% 18%是不少的 输几年 什么都没有了 那今天你认为 可能你很厉害 或者你认为你很糞 我想跟大家说 你看过了 无论什么门派 如果以长期为主 是做到20% 已经是非常优异的成绩了 你记住了 赢一次 一丢不难 要做就是长胜将军 这个是一世的工作 无论你是长渣或者短炒 不是啊 我的朋友 整天每年做到几百%回报 那当然了 要恭喜你的朋友了 那也都充心希望他可以年年得胜 可能他炒几年 炒到几千%回报 一夜就退休 OK 没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选择的 不过想回你自己先了 一年突然凶一下几千%的话 其实这些奇迹会发生在这里呢? 一部电影有这么多人开工 为什么你是那个男主角呢? 很惨很惨现实 一世我都要做林记或者大配角 在旁边走来走去 不过你宁愿等待一炮奇迹发生 还是你做了一个很普通的回报 但是透过幅式增长呢 有一个很精彩的财富增值呢? 结果你不承认都要承认 我选了后者的 也都不是一个人呢 我炒不是二十几%三十几% 我炒就是二十% 我想大家呢 投资年回报炒到15% 用什么方法都好 连续十年之后呢 你住在香港 堪称全球最难退休城市呢 你都能够财务自由 如果你每年做到二十% 继续通胀呢 十五年之后 你就能够晋升全球最有钱的Top 1% 你炒哪个不要紧 但是如果二十% 都能够带到你变成全球第一%首富 为什么你要每年赚几百%呢? 我怕中间你供错缸 借错钱 买错东西 所以输得你离谱 好像我之前那样想 所以目标呢 要锁得高 但是锁得合理 非常不合理的时候呢 会逼到人走到尽头 会瘦了 所以二十至三十% 每年长期都做到呢 是极度极度成功的了 所以经历了经验呢 我宁愿相信一个长期 很满地赢的一个策略 好过一炮奇迹在我身上发生 因为那个未必那么幸运是我 那当我输了八年的时候呢 当我认定了我的心态 奇迹不会一波就发生在那里的 那接着我就选择去研究 有纸上刚才说的名人 全部我都有做研究 看他的故事 和学习他学的东西 那当然我自己当时的公司呢 是有一个彭博机 和一个大量的时间去做XL 所有前人的统计整合 赢面大那些又用 赢面小的那些就不用 就是这么简单 那这些分析呢 我尽量在过往十年呢 都透过我的课程呢 是有和大家分享 和你透过一些直播和升级版呢 和大家去实践的 大家想知道多一些投资策略的时候呢 下面有条连结 大家可以看一看 你十年财务自由的 一小时免费工作坊 那里面都有自博的 希望完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收窄的时间 怎样去专注去增值自己比较快 那最后呢 祝大家可以在投资界上面 做到长胜将军 舒舒服服 稳定定 这样赢钱 赚大钱了 投资不是大学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 大家对于你下年有没有一个目标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都可以提一提 我留给大家的 十年财务自由投资天书的网上课程 看完之后 一年之内呢 十二课是无限重温的 并且会终身加入一个 lifetime coaching 的私人群组 十二的topic呢 我们就会讲不买楼 可不可以选择REIT 去做到每年15% ROI 要知道详情呢 就下面连结 可以看到这一小时免费工作坊的啦 哇 恭喜啦 我要帮你给首期的第三块地的赢家 他赢了礼物篮里面的大奖 DJI的防震摄录机 我也很想这一步啊 那我们就进入去第四块地的游戏啦 大家都有机会赢到奖品的 简单订阅我要做富翁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在下面连结报名 游戏玩到最后呢 还有机会释放30万的首期帮你上车的 我们游戏是欢迎任何地区人士参加 快点去我们游戏网页看回详情啦 今个礼拜还有很多其他的免费线上分享会 全球朋友都是参加的 我们有期资、期权、英国房地产、程式交易 和美股班 大家记住参加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点订阅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